哈囉 大家好 我是倩倩 倩倩今天要來分享這本書 是我的全台獨家手團的新書喔 然後這本書超級棒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這本書呢 它是三國語言 它有英文 中文 跟法文 而且它的發音都很漂亮 它也不只有這三國語言 它還有音效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 認識 我們先 英文好了 好嗎 好 翻過來呢 它所有的這個場景 總共就是有20個 然後它是這種音樂材質的 所以你不怕孩子翻 然後這本 我跟你講 孩子會很愛 所以它做音樂是對的 因為他們會這樣從頭到尾一直方方方方 這樣 然後你點它的那個名字 它就會講 講它的名字 但是呢 你點它的圖 它就會有音效 然後你看 光是這一片鳥兒 它就有這麼多不同種的鳥兒 而且都是屬於它的鳥名聲 然後你看喔 比如說 這個是 這個有句子 I take a bite of the apple 有沒有 它真的在吃蘋果的聲音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換成中文 中文 有些孩子它 你也想說 也讓它學學中文 那我覺得也是很棒的 那我們可以看 比如說 比如說 這是蝙蝠的音效 蝙蝠 有沒有 它就會講中文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讓孩子唸 從誰 法文喔 欸 而且這些 好 我們來 聽聽哪一個好呢 這個 很特別對不對 可能一樣會有音效 這本書很棒的是 你看喔 它雖然也是會講一些大自然場景 其實如果你有跟我團 其實看都蠻多大自然場景的書 但它會有些特別 比如說像田野 然後你看像草地 它會讓孩子認識 欸 一樣是草地 可是白天出現的動物 跟晚上出現的動物 其實是不一樣的 漲草的時候 退草的時候 它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像退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什麼 螃蟹對不對 然後還有孩子在堆石頭的聲音 媽媽在吹氣的聲音 屁浪的聲音 欸 剛剛堆石頭的聲音沒有點到 堆石頭的聲音 然後所以這本為什麼孩子這麼喜歡 而且不只是琴琴跟欣欣很喜歡 連屁寶喔 它已經小意了 它很喜歡點 它說 因為啊這本書有一些動物 它不認識 像這些鳥兒 它就是不認識 它就覺得 欸 很有趣 然後它也可以認識這個鳥的 英文名字 中文名字 然後包括它的音效這樣子 然後包括像這個 欸 它也不知道這是 叫雲雀白鱗鳥 它就會去做這個認識 所以這本書 欸 其實可以用蠻久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很棒喔 而且我有做它的延伸教材